如果你手上拥有10间以上的房地产 最近可能就会收到一张来自国税局的 租赁所的查核表 必须要在10天之内回复 要是不主动的申报被查到的话 不但要补税 还会被罚2到3倍的罚金 像是在台中 我们就看到了一位40多岁的黄金单身汉 他是顶尖业务 年收入大约是500万元 存房当作存钱 所以他名下拥有19间的房地产 全部都拿来出租了 最近他就收到了这样的查核表 让他非常头大 因为算一算可能必须要补税将近50万元 财政部在今年8月底 推出了一个查核专案 针对非自住房屋拥有10户以上的大户 要全面查核他的房租收入 全国就有1734人 这1700多个囤房大户 其中一位住在台中市南区 40多岁的陈先生 每天骑机车跑13小时 当了20年的顶尖业务 年收入约500万 不投资只买房 锁定低总价 每两年买一间 从套房到别墅都有 现在名下拥有19间房产 这个的重点是希望民众 你能够发现自己有 租金收入 有短漏报的情形之化 可以在这个期间内 赶快来自动补申报 这位黄金单身汉说 8间房是上一代提前移转 11间是自己跟家人 努力存钱购买 平均一户收租1.2万 租金每年有250万 算算要补税将近50万元 50万太少了 它可以有19间房子 50万能干嘛 买汽车都不够了 一般人想买一间房都很难了 有办法买到19间房 就算补税也是应该的 但有人认为不太公平 因为中南部随便移动 五楼透天 都可以隔出十多间套房 却只报一间门牌的税 难道不查这些隐形大户吗 我们平常的工作呢 就在做这样的一个调查 那当然呢 我们的资料来源 还会有一些检举人 如果说你要报税的话 他就在家10%上去 就是这样子 只是会让租屋的环境更困难吧 虽然国税局 从去年12月起 启动三大打炒房专案 但职业房东口袋够深 怎么课税都只是一小部分人 有些房东被课了税 就涨房租 转嫁成本 反而对租屋族更不利 想要落实居住任意 民众认为难上加难 东森新闻高中 张智云在台中的采访报道 都在东森采经24小时故事直播